欢迎大家收看评论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的统一战线行动无处不在国内篇 我们可能不是在去全球化 而是在聚集 形成了更多志同道合的集团 岸田掌控局面 日本政治的趋势线 为什么印度与加拿大的关系紧张 埃及的经济危机 等等 请大家收看 岸田掌控局面 日本政治的趋势线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9月13日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进行了内阁改组 同时对执政党自由民主党LDP的一些重要职位进行了调整 以提高他的支持率 为即将召开的 以经济政策和其他政策议程为重点的立法会议做准备 尽管他在外交和国防政策方面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 包括成功举办广岛七国集团峰会并与韩国建立伙伴关系 但国内面临的挑战 尤其是政府替换健康保险证书为我的号码身份证的倡议遭遇的挫折 继续抵消了他在外交方面取得的任何成就 自今年年初以来 关于岸田核实是否会解散国会下议院并举行选举的传言一直存在 他必须在2025年10月之前这样做 几乎每一次民意调查结果 政治策略和政府提出的政策倡议都受到密切关注 人们预计即将举行一次即将到来的提前选举 尽管下一次国会下议院选举的确切时间仍不确定 但政治日历上固定的一个事件是2024年9月的自由民主党总裁选举 这将决定岸田是否继续担任首相 派系在日本政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在选举首相方面 在他任期的过去两年中 代表第四大派系的岸田一直非常重视保持党内各派系的团结 他在最近的内阁改组中的任命 按照自由民主党各派系的规模比例进行分配 显示了他对党内动态的敏感性 同时试图引入新鲜血液 其中11位19位内阁成员首次担任职务 此外通过重新任命自由民主党副主席麻生太郎 和干事长茂木敏充分别领导第二和第三大派系 并在2021年的党领导选举中帮助岸田获胜 岸田选择将他们保留为盟友 岸田首相如何应对以下三个关键事件 将帮助我们评估他的领导力强度 因为他为连任做准备 提前选举的时间目前 内阁的不支持率在大多数民意调查中超过支持率 最新的NHK民意调查显示43%的不支持率 36%的支持率 因此首相提前举行大选的可能性似乎不大 但关于提前选举的传言仍在流传 关于提前选举的反复猜测主要根源于政治计算 领导联合政府在大选中取得胜利 几乎肯定会确保岸田的第二个任期 在党领导选举 之前没有重大事件可以提高他的支持率 提前选举的支持者认为 执政联盟应该利用分裂和虚弱的政治反对派 加剧紧迫性的是 一旦政府在12月公布 筹资国防支出的具体计划 可能选择再次推迟 公众支持预计将下降 另一方面 更谨慎的声音强调 对岸田的低支持率和在没有明确的理由 如任期结束 或需要公众授权的紧迫政策辩论 的情况下解散国会的担忧 最早可能的选举时间 可能是今年秋天 可能是在补充预算通过之后 预计在11月中旬 另一个可能的时间是明年春天 在国会于3月批准2024财年预算之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 岸田的选择越来越有限 以及在自由民主党总裁选举之前 最大限度地掌握权力的窗口 然而 事实仍然是 他仍然有选择在另外两年内推迟选举的选项 他很可能选择等到明年秋天的党领导选举之后再决定 10月的补选在内阁改组之后 岸田和他的新政府面临的第一个考验 将是10月22日的两场补选 在四国的德岛高职选区 一名自由民主党成员因不当行为辞职 将争夺议席参议院议席 该选区独特的设置 横跨两个相邻的县 给地方政治和竞选策略增加了复杂性 自由民主党还试图通过派出一位 享有一定知名度的新面孔 来保住在长期补选中的下一院席位 他是一位前内阁大臣的儿子 长期是一个拥有造船厂和制造工厂的港口城市 是与主要反对党立宪民主党有关联的工会的据点 为双方的竞选增加了复杂性 虽然预计自由民主党将保住这两个席位 但上述因素是政治观察家难以自信的预测结果 在岸田的领导下取得胜利 可以增强他明年连任的前景 而在这两场竞选中 失利可能会对他领导执政联盟 参加下一次大选的能力产生怀疑 值得注意的是 这将是自由民主党选举战略委员会 新任主席小渊优子上任后的第一次选举 小渊是前首相小渊会三的女儿 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后起之秀 但在2014年因竞选支出违规 而辞去经济、贸易和工业部长一直后 他的晋升被搁置 预计小渊将与其他高级党派领导人 一起成为党的公众形象 这可能标志着修复他公众形象的初步步骤 并有可能使他成为更有影响力的角色 新的刺激计划和持续的资金辩论 岸田政府计划在10月底前 完成一项新的经济刺激计划 在最近的日本银行调查中 大多数受访者预计经济前景在一年内不会改变 尽管预计改善的人数略有增加 此外 报告生活状况恶化的家庭比例 从53%上升到56.8% 反映出日本家庭持续的悲观情绪 岸田称之为激进的刺激计划以五个支柱为中心 一 对抗通货膨胀 二 的提高工资和收入增长 三 促进国内投资 四 缓解人口减少的不利影响 五 鼓励基础设施投资 预计在新一届国会会议开始时 将提交一份用于资助刺激计划的补充预算草案 与刺激措施和补充预算的制定同时进行的 是自由民主党和政府就如何筹集增加的国防支出 和提议的托儿所计划进行的辩论 鉴于桌上摆放了各种各样的计划 岸田政府澄清 其打算如何筹集这些计划的方式至关重要 例如 为支持次级计划提供减税 同时引入增税以筹集国防支出 引发了对象消费者和市场 发出混合信号的担忧 可能削弱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虽然对支持育儿家庭或劳动力的强有力支持 有可能提高岸田首相的声望 但除非政府有效地传达其计划 特别是在资金方面 并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否则也存在引发反弹的风险 这是岸田政府提出的 更广泛的一系列政策倡议 所面临的挑战 总之 在他任期的两年后 岸田首相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关键的时刻 目前没有强有力的竞争者 准备在下一次领导选举中挑战岸田 但即将到来的补选 制定新的刺激计划 持续的资金辩论 以及他对选举时间的决定 都是重大考验 岸田应对这些复杂问题的能力 最终将决定他的政治未来的走向 Yuko Nakano是华盛顿特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日本主席研究员 和美日战略领导项目副主任 埃及的经济危机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这份文件是CSIS于2023年10月3日 发布的播客的文字稿 John Otteman 哈利德 伊克拉姆博士是一位经济学家 曾为十几个主要国际发展组织担任顾问 此前在世界银行工作了25年 他对埃及经济的研究已经超过45年 他是最近一本书 《21世纪的埃及经济》的编辑 以及我敢称之为权威的埃及改革的政治经济学 1952年以来的问题和政策制定 这两本书由美国大学和开罗出版社出版 欢迎哈利德 伊克拉姆博士来到Bebel Covid-Ecrum 非常感谢 John Otteman 作为一个已经关注埃及经济45年的人 您如何从历史的角度看待埃及目前的问题 Covid-Ecrum 当你和埃及人谈论问题时 得到的答案与其他许多国家的答案完全不同 我的意思是 当你谈论我的国家巴基斯坦时 迟早会有一个问题冒出来 这个国家能活下去吗 在埃及 你永远不会听到这样的问题 我们已经活了七千年 当然我们会活下去 我们可能不会像我们希望的那样繁荣 但埃及消失的问题是毫无疑问的 他们内心深处有一种自信 他们可能会诅咒他们的统治者 诅咒他们的决策者 对各种批评都有 但他们从不害怕这个地方会消失 John Otteman 您对埃及的第一次接触 在很多方面上 是在1977年的面包骚乱 当然 埃及在2011年发生了一场革命 您认为 现在的情况 是否接近这些挑战之前的情况 还是说 情况相对不那么严重 Covid-Ecrum 1977年 骚万爆发时 我碰巧在埃及 世界银行要求我带领我的团队回去 我说 我会给团队成员打电话 看看他们是否想回去 因为我不会回去 John Otteman 您打算留在埃及吗 Covid-Ecrum 我打算留在埃及 我说 坦白地说 你们在华盛顿 似乎认为政策建议 就是在纸上乱写一通 然后在午餐时 交给各个部长 我希望这个团队能亲眼看到 当政策走错时 会发生什么 地方会起火 警察会出来射击 人们会出来向政权扔石头 他们会纵火烧毁政权的象征 公共汽车 办公室 这就是错误的政策制定 所导致的结果 我希望他们对自己给出的建议 有更加谦卑的态度 但他们总是 不得不在经济纯洁性 和政治可行性之间取得平衡 否则 你只会看到火灾和烧毁的公共汽车 而不会有任何前进的动力 John Altman 在您的书中 我发现一个有趣的观点 即埃及经常对国际金融界 对埃及的要求采取拖延的态度 尤其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NF 要求贬值埃及货币的要求 您认为我们现在的情况会怎样 您认为埃及现在是否会普遍遵守 INF的要求 还是埃及会找到其他出路 COVID-ICROM 情况非常严重 所以他们会遵守 但不完全遵守 许多国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 调整有效汇率 例如 韩国曾经这样做 他们保持正式汇率贬值 但不能超过一定程度 因为美国人会开始大声疾呼 所以 他们会找到其他办法 减少出口商的运输成本 减少出口商的电费 最重要的是 出口商可以以每年4%的利率 获得银行贷款 而市场利率是每年30% 名义汇率可以保持不变 但有效汇率可以被调整 INF 世界银行等合理地要求的另一件事 是减少军队在经济中的存在 基本上 这意味着不应该有太多的国有企业 如果有的话 他们必须在与私营部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进行 坦率地说 我认为 INF 世界银行等过于迷恋经济教科书 无法理解为什么埃及人 巴基斯坦人 越南人等 不愿关闭或缩减国有企业背后的政治经济学 在我看来 原因是这样的 每当军队在幕后有很大的存在 并能够有效地控制事务时 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人必须不断回头看 看看自己是否会以类似的方式被取代 两件事会发生 首先 你不能让另一个将军在士兵中变得太受欢迎 因为将军不是拿枪的人 其次 你不能让他们对某个将军产生忠诚 在位的人会做两件事 一是轮换指挥 X将军负责东部指挥 两年后 他被调到西部指挥 两年后 他被调到某个行政工作 三年后 他成为大使 你削弱他的力量 让他四处移动 但是 大使馆只有那么多 所以你把他们放在国有企业中 你让他们成为那个的总裁 那个的主席 那个的董事会成员 因为在那里 他们是无害的 我认为 就国有企业而言 你会看到很多巧妙的手段 以正式方式遵守世界银行和INF的要求 但现实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 John Altman 在我提到的两本书中 您提到埃及的小企业没有增长 在您编辑的一本书中 Ateas和Devan撰写了一张 讨论了中型企业面临的问题 这些企业在政府企业的上方 和逃避监管的小企业的下方被挤压 您的书引用了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 该研究计算出 一个有6到10名工人的公司 在4年内会有超过20名工人的可能性 仅为3.3% 您谈到了埃及缺乏国内投资的问题 但是 我从埃及商界的朋友那里 听到的一个问题是 你不能把政府当作合作伙伴 因为他们会压制你 你不能把政府当作竞争对手 因为他们会压制你 而您所描述的国家 在许多地方都有利益 这使得小型和中型企业 无法像您希望的那样 成为就业增长的推动力 Coled Econ 你说的对 你会发现 政府最初有很多目标 而且这些目标 经常是相互冲突的 就业是政府的目标 但是 为了让国有企业 能够完成政府希望完成的 所有其他事情 给予国有企业优先权 也是一个目标 而且这个目标 似乎胜过了效率和增长的目标 John Ottman 您曾经写过 对政策制定者来说 始终将政权生存 置于经济脆弱性之上 您能帮助我们理解您的意思吗 Coled Econ 是的 让我以韩国为例 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 他是埃及的一个很好的比较对象 当他们在1945年开始独立时 他们的总统遵循了通常的进口替代战略 由殖民资本家提供 然后在1961年 他被朴正熙将军推翻 第一年 他也遵循了同样的政策 但后来受到了一群顾问的影响 他们对他提出了以下论点 他们说 总统先生 您的首要责任是保护韩国的安全 我们现在开始感到越来越不安全 安全是由美国人提供的 但这个保护伞开始破裂 因为他们正在从这里撤军 并将他们派往越南 我们受到朝鲜的威胁 请记住 当时朝鲜的经济比韩国好 他们说 我们面临威胁 安全需要技术 而我们没有技术 我们必须从国外获得技术 这需要外汇 而我们没有外汇 我们唯一能够获得外汇的方式 就是通过出口 如果您希望韩国安全 您必须出口 出口或消失 这里发生的是 这些顾问足够聪明 将总统和军队的主要优先事项 及政权生存 与经济生存和经济繁荣联系起来 但这在埃及没有发生 没有人告诉埃及军队 现在的战争是靠长钱包 而不是长剑来打的 如果你们想要一支体面的军队 和一支体面的空军等等 你们必须从建设经济开始 否则你们无法战斗 John Ottoman 您曾经说过 实际上 对于埃及政府来说 外部融资一直比政策改革更可取 Coled Echam 对 John Ottoman 我想问题是 外部融资选项 是否仍然可行 当然 有大量的热钱流入 帮助支持了阿卜杜勒 法塔赫 赛西总统的一些大型项目 但我也觉得 海湾合作委员会 GCC 国家与INF 在政策改革的需要上 有着独特的一致性 他们感到 赛西一次又一次地 让他们失望 他们不会再被愚弄了 相反 他们将迫使埃及进行改变 您没有看到 美国对埃及 有与过去相同的关注 欧盟对其他事情非常关注 中国人在选择投资的地方 非常谨慎 当然 埃及有更多的资金 但他们对资助埃及不感兴趣 并且在新的行政首都项目上 一度离开 因此 理解您所说的 总是有一种感觉 外部捐助者将使埃及恢复元气 而埃及似乎已经没有了外部捐助者 因为外部捐助者 对埃及的发展方向感到厌倦 我有什么遗漏吗 COVID-ICROM 这个问题涉及到比我理解的更多的政治 以前 当埃及承认以色列时 有很多中东国家 阿拉伯国家说 这太可怕了 我们将削减我们的资金 我们可能不是再去全球化 而是在聚集 形成了更多志同道合的集团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本周的专栏 由世界贸易组织 WTO和我与进步政策研究所的埃德 葛雷瑟的一次对话带点您 WTO最近发布了其年度贸易报告 今年的主题是 2023年世界贸易报告 为安全 包容和可持续的未来 重新全球化 这是一份充满有趣信息和事实的 非常有用的报告 今年 埃德指出了一个特别的结论 地缘政治集团内贸易的增长 和集团间贸易的下降 WTO报告第32页的摘录 总结了这种情况 分析表明 尽管最近达到了创纪录的高点 但自2018年7月以来 中美两国之间的商品双边贸易增长速度 平均远远低于每个经济体 与其他伙伴的贸易增长速度 Blade Gaby和Rubinova 2023年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 有迹象表明 贸易正沿着地缘政治线重新定位 表明向友好地区转移 因此 假设的地缘政治集团 之间的商品贸易流量增长速度 比这些集团内部贸易增长速度 慢4-6% Blade Gaby和Rubinova 2023年 流向和来自新兴和发展中 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 FDI对于地缘政治距离较远的伙伴来说 要低得多 IMF 2023年 沿着地缘政治线的FDI分散可能是类似发展 在未来全球贸易流量中可能发生的迹象 这是关于世界是否正在去全球化的争论中的一个有趣转折 看起来我们可能不是在去全球化 而是在聚集 用埃德的话来说 形成了更或多或少志同道合的集团 这表明贸易正在追随政治 其中一部分是由政府政策推动的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有效地将世界在政治上分为三个集团 支持俄罗斯的集团 支持西方的集团 以及试图置身于战斗之外的集团 西方大国实施的制裁和出口管制 显然已经重新定向了贸易 远离俄罗斯集团 包括中国 转向西方集团的成员 因为这些国家试图支持 受到俄罗斯贸易中断影响的同事 包括能源 但也似乎有一些变化 是由于公司 对近年来变得更加敌对的困难国家 进行业务风险重新评估 例如 中国一直在发出明显的混合信息 口头上欢迎贸易和投资 同时突袭西方公司办公室 骚扰公司 并不让他们的高管离开该国 在这种情况下 公司寻找更有同情心的地点并不奇怪 当美国公司考虑投资时 他们通常寻找依法运作 保持政策稳定 并且具有透明 客观和高效的商业争端解决程序的国家 这些标准并不是非黑即白的 他们存在于一个滑动的尺度上 但是在这些领域得分较低的国家 发现吸引西方投资更加困难 在那些不在这些领域 保持高标准的国家 进行贸易或投资变得更加困难 而政府行动的更高可见性和活动家的审查 迫使公司比过去更快地做出回应 因此 看到贸易和投资 朝着志同道合的国家发展 并不令人意外 这也提醒我们 拜登总统关于民主与威权主义之间 持续斗争的评论 过去 经济和政治通常被认为是分开的 世界乐意与不分享其价值观 或优先事项的他人做生意 只要这是好的生意 然而 几年前 美国政治的右翼和左翼 开始在制定经济政策时考虑价值观 尽管他们通常不同意哪些国家做得不够好 现在 这种情况很常见 我们在WTO的数据中也看到了这一点 尚不清楚 政治集团化是否会持续下去 以及最终是否会将世界分为两个 或更多互不相干的集团 这将是对全球化的打击 但目前看来更像是简单的改变伙伴关系 威廉 雷恩施在华盛顿特区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担任国际商务学者 中国的统一战线行动无处不在 国内篇 外交政策 中国的统一战线工作部 UFWD已在海外进行影响力行动而闻名 但其在中国国内的活动同样重要 UFWD的使命是寻找中国共产党 CCP控制之外的社会个体和团体 并将他们确立为朋友而非敌人 该部门采用一系列策略来吸引其选择的目标 包括开展外联活动 提供基本物品和服务 以及对宗教社群进行监视 UFWD还试图改变宗教场所的物理结构 改变宗教人物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当针对党认为可能构成威胁的个体 如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时 UFWD的活动变得更加侵入性 它在全国各地的宗教场所进行视觉监控 并试图整顿和中国化宗教结构 UFWD还试图控制宗教人物的思维和行为 通常通过宣传活动来实现 统一战线工作部的活动 旨在将所有公民的信仰和传统 与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保持一致 在其计划的完全成功实施中 所有社会活动将由指定的群众组织组织和指导 最终由党控制 UFWD的最终目标是 创造一个没有任何真实性或自发表达的社会 其中所有社会活动都受到党和其指定组织的控制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